本文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权益法 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 所有者权益其他变动 站在咱们投资方的角度上 应当如何去处理 并且还有这个长期股源投资减值的处理 好 咱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 我们说到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 说在权益法核算下 被投资单位确认的 其他综合收益及其变动 也会影响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总额 进而影响投资企业 影响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 这个其实好理解 说的是权益法下 这个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源投资 要根据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 而相应的做变动 变动的依据就是持有的这个份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当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发生变动时 投资企业应当按照归属于本企业的部分 就是上面的这个份额 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同时增加或减少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地方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被投资单位接受了客户出售金融资产 客户出售金融资产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了 咱们前面讲过 要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这一项不就导致了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吗 那站在咱们投资方的角度上 归属于投资方的份额 要相应的做调整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代方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是第一个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情况 第二个情况 说采用权益法核算时 投资企业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利润分配以外 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这个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也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被投资单位 接受了其他股东 对这个单位的投资 因为被投资单位除了有这个投资方以外 还有其他的投资方吗 对吧 有其他的投资方对这个被投资单位进行分资 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他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权益变动 对吧 比如说进了这个股本 这个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或者是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资本溢价 对吧 都有可能 说那就应该按照持股比例 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计算的归属于本企业的部分 也是我们要强调比例 强调以归属于本企业的部分去调长头 相应调走长期股权投资的上面价值 同时增加或减少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下面说 账务处理 就是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代方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二级科目 是其他的权益变动 而不是其他综合收益了 也不是损益淘整等等 都不是 是其他权益变动 这个大家要知道 反映的是除这个净损益 其他通过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就比如说 接受其他投资方的这个增资 对吧 这是最简单的这一种情况 好 接下来给大家安排一个例题 例题说 A企业持有B企业30%股份 能够对B企业实加重大影响 B企业为上市公司 当期B企业的母公司 给予B公司捐赠1000万元 该捐赠实质上 属于资本性投入 这个捐赠的事情 后面还会再说 这个地方简单介绍 就说 母公司对子公司捐赠 一般我们理解 认为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增资 或者这个地方叫做资本性投入 都可以 B公司将其寄入了资本攻击股本一家 不考虑其他因素 A企业按权益法 做如下快据处理 说A企业在确认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就是1000万的捐赠 乘以30%的比例是300万 所以我们借方长期鬼团投资 二级科目 其他权益变动300万 代方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300万 这个就是讲说 我们被投资单位 寄入什么科目 我们投资方就跟着寄什么科目 被投资单位是其他综合收益的 投资单位也确认上其他综合收益 被投资单位是其他权益变动的 其他便宜变动是由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变动导致的 那么投资方也要进入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是相互对应的关系 好 下面再看 说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比较 这个比较要干嘛 去要考虑提减值的问题了 对吧 那好 我们接着看 说比较 如果账面价值高于未来 可收回金额的 应该具体减值准备 其实这个表达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这个期末 对长期股权投资考虑减值 那就要用它的账面价值 与未来的这个可收回金额 二者赎低 进行计量 如果账面价值低 这个没问题 没减值 如果账面价值高 就是这种情况 账面价值高于 未来可收回金额 那事实上就发生了减值 并且减值要减记到 这个未来可收回金额 但是可收回金额 有两项这个决定的因素 并且这两项决定的因素 是采取赎高计量 那好 我们看这两项因素 一个讲说 供应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再一个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两者赎高 用高的这个 确定为这个可收回金额 再用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去比 就相当于上面取的是赎低 下面取的是赎高 大家不要记忽了 这个地方 好 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正常 我们处理这个并不难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 代方是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大家知道这个就好 好 这个减值说完 咱们这一节的内容就结束 好 谢谢大家